元旦廉价最后一天民众北返要快 高工局预估上午10点开始 国道开始涌线车潮 西部国道则是中午过后 预计全天交通量约220万到240万两次 虽然比前两天出游潮少 但民众仍要留意以下一赛车路段 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杨梅路段 台中后里到泰安服务区 西罗到园林 国三则是要注意 北上大西到英哥系统路段 竹南到西滨 台中新水服务区到大甲 云林谷坑系统到民间 最后国五北上宜兰到南港系统 这段路段可能会塞到晚上10点之后 那国道5号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 我们实施北上的高层载 那目前就是大客车 路间开放大客车措施已经实施了 所以1点到3点是非高层车辆 要涌入高速公路的时候 雪碎的时候 那8点以后 那到10点也是非高层车辆 要急着要飞返 所以这段时间车流都还蛮大的 所以10点之后就慢慢脚步塞了 对 10点以后应该车流就输结了 根据高工局即时路况资讯系统 国道5号上午已经出现车流 时速约40到60公里 其他路段亮绿灯 时速都在80公里以上 上午9点半左右 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 已经启动大客车行驶路间和移控管制 并在苏澳 楼东和宜兰入口实施 扎道移控 西部北上国道车流量尖峰 则是预估从下午2点到晚上6点 天气北返民众抓紧时间上路 并随时注意及时路况 避免塞在车阵当中 记者亚蒙比亚太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